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要移栽小葱 这一片小葱是我们去年10月份用葱种在这里种的 经过一冬天的生长 现在的小葱苗已经开始出具规模了 但是你看它们都太密了 密密麻麻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移栽一下 把它分开 就是你撒育种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可以密一点不要紧 但是呢 只要长成这个样子了 你就需要开始移植了 因为太密会影响它们生长 你看有些小葱都已经开始发黄了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就是先把这些葱 先把它从地里都取下来 我们把那些葱呢 从那边移过来了 都挖出来 然后呢 想计划把它摘到这边来 今天呢正好下雨 我们就趁着这个下雨的天呢 来摘这个东西 那摘之前呢 就是说你先把这个地呢 放好肥料 然后呢 弄一个沟 然后这样 就到时候把这些葱 都摆到这里边来就行 那这些葱呢 就是说你把这些土弄掉 没关系 它都不怕 都能活了 就是说一般呢 就是隔这样的距离摘葱就可以了 因为你要准备它长 就说按照这个距离把这些葱 就你把它弄的这些 那个很还比较细 因为你看 因为都没有 都没有空间 所以说现在这个葱都变得 开始发黄了 所以说你现在就必须要开始 移栽它 这样的话它才有充分的空间去生长 今天正好是下雨的天 下雨的天 一般来说就是 因为它刚刚被摘过以后 然后这样的话 不会有太毒的太阳 然后对它的 而且雨水充分 以后它比较容易生 不容易坏 那摆过去以后呢 你就把这些土都敷平就好了 把两边的土挤过来 这个很小 这个很小 就是这样把它厚着走 让这葱不要倒了 厚着走突然厚着走 因为你挖了个钩 两边都是土 所以你挤过来就行了 它的根不怕 不怕你动 今天是5月23号 看看我们医栽的这些葱都长得怎么样了 你看是不是认不出来了 已经长得都很大了 所以说呢 这个葱好像我是从去年10月份育的种 然后呢 今年一开春一栽 一栽的 然后到5月份 5月底了 它们都长得旺旺的了 长了这一大排 好几排 那这些葱呢 吃的时候呢 就是说千万不要连根拔出来 因为你想想 我们都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栽 栽到现在长这么大 所以说呢 吃的时候呢 还是要用我们以前教给大家的办法 就是要用刀 就像割韭菜一样 把葱割着吃 然后你看我这里割的韭菜 这个葱 就已经开始又开始长了 所以说 需要用葱的时候呢 就像割韭菜一样 把葱割下来 然后呢 让它的根在那个地方 再继续给你生长 所以这一片 这几排葱呢 就够我吃的 今年一年就够我吃的了 所以说 这个 种葱呢 就是从葱苗开始种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要take大概半年的时间 才能长成这个规模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 还是我们以前教的那个办法 就是用葱根种 但是如果你有葱种的话 就像那个葱老了 然后接的种 然后你可以呢 找一个盆 或者是找一个什么东西 把它们栽起来 然后一栽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要take很长的时间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